又一次被国产特效惊到 又一次他出现在网络大电影 这是敌人节的系列新片 不仅看特效 还看新奇的恐怖效应 国产克苏鲁 听我说说 一个夜晚 武则天举行皇城大典 在一片诡异的歌舞生平之后 天空之中竟缓缓出现一双眼镜 有人悄悄指着天空问那是什么 看见他的人越来越多 一跟他对视 人们就再也拔不开目光 随后而来的是震耳欲聋的低吼声 只见天空中那双眼渐渐清晰 他死死盯着武则天 浓雾散开 那竟是一颗如扇一样的罗刹头 额头中央还有一个不断尖叫的子头 朝廷百官倒得倒 尿得尿 懦弱本性一览无遗 接下来罗刹开始说话 地动山摇 说的是古语 就是要灭妖后的意思 士兵立即开始响应 朝罗刹射箭 但万箭毫无效果 罗刹张开大口 伸出数条血后长蛇 顿时砸死了数十士兵 数百斤无畏拼死抵抗 才获得武则天撤离 等到罗刹消失 数日内人心惶惶 谣言四起 都说大唐将亡 天后震怒 下令要求大理四亲敌人杰彻查此事 这敌人杰是什么家伙 他刚到皇城 就让人给他准备了一个紧要东西 是什么查案药物吗 非也 是一碗阳春面 原来敌人杰深爱皇城的阳春面 平时在大理寺吃不到 一来这里就要吃 只见他跟饿了三天似的 一边猛吃 一边听官员叙述 飞头罗刹怪案 话差不多听完 一口喝干汤 拿起东西快不离去 也不怕消化不良 敌人杰果然不是凡人 他开始查案 查出几个疑点 一个是 飞头罗刹出现时的死者 都是被重击而亡 五脏俱碎 第二个疑点是 死者都双目赤黄 形同野兽 敌人杰坚信科学 不相信有什么巨头杀人的事情 他断定这东西是方术 他知道 世上方术最厉害的两个人 一个是当晚就在现场的大使 一个是被武则天放逐的国师 他决定去找国师 就在被放逐的后山 他们被一个诡异的人拦住 打了半天 被敌人杰察觉是个人偶 而背后竟然是一个小姑娘操控的 这小姑娘自称小婉 是国师手下第一童子 小婉带他们去见了国师 可没跟国师说上几句话 飞头罗刹就再次出现 在敌人杰眼皮子底下 连杀身边两员大将 而唯一只小天机的国师 却被一股有体内燃起的火焰灼烧 临死 他大喊敌人杰在小婉的大声哭叫中 灰飞烟灭 飞头罗刹走了 敌人杰只得继续查案 这个敌人杰又在茶室现场 吃起了阳春面 不错 不错个鬼啊 不臭吗 接下来 插到尸体身上有奇怪伤口 里头竟然长出了灵甲 敌人杰伸出筷子 检查了一下伤口 再用筷子把石布盖上 还吃吗 要吃了吗 没有 敌人杰把面给了旁边的武作 武作就接过来吃了 不得不说 这里可能有很多死人 但敌大人凝是真的狗 后来 他在一个发疯的武作口里得知 大唐曾有一个绝对机密的事件 当时出现过同样长有灵甲的尸体 而那帮尸体都在奈川河中被发现 于是 敌人杰找了小婉带路 前往奈川河 据小婉所说 这块地方有一秘境 传说是罗刹妖国 每到望月子时 妖门大开 便有罗刹出来吃人 这跟他们要调查的 飞头罗刹案 似乎是同一件事 不久 他进入了秘境中 这里处处都是大唐士兵的干尸 似乎已死去数十年 尸体中央还有一个失踪多年的将军 挺直身躯站着 即便死了也没有倒下 这到底发生过什么 敌人杰在这里发现了更奇怪的事情 有人骨和动物的骨头组合在一起 形成了不伦不类的怪物尸骸 他调查发现 这是罗刹妖国深藏的一种洗水结果术 能把人和动物杂交起来 查着查着 人人都感觉毛骨悚人 突然 几个士兵被抓走 然后几只怪物冒了出来 一个飞快的鼠人 一个力大的虎人 还有一个不仁不猫的红衣女妖 好在敌人杰用抗龙剪震碎了女妖的衣物 赶走了她 但其他人就没那么好运了 地动山摇 罗刹古波要塌了 敌人杰带着几个手下逃出 但将军和小婉就被埋在了石山之中 当他们浮出水面 已经是白天 他们惊魂未定 也为同伴的陨落悲伤 但天没有给予他们喘息的机会 只见天色大变 黄尘天空出现了一个巨大漩涡 天生异象必有破端 敌人杰一行人急忙赶回京城 果然昔日繁华的街市不复存在 地上到处是纸钱 驱鬼队伍绕城行走 甚是诡异 看来吆喝乱象 乱的是人心 人心一乱 设计就不保 敌人杰只得加紧查案 后来他查出 那些尸体伤口中的灵甲 来自一种变色蜥蜴 刚一查到 他就被一只无形怪物袭击 等到敌人杰追出来 他发现了这怪物的真面目 而再不久 他又发现 随他一起前往罗刹谷窝的 那些死者的尸体 都出现在了皇城 包括那位将军 以及那个小女孩 敌人杰握着小女孩的手 非常难过 他去洗了把脸 望着盆中水面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顿时灵光大闪 真相似乎触手可及 第二天 武则天再次举行奇妙大殿 这也是真相揭晓的时刻 天空再次出现异象 飞头罗刹又现身了 这次是在白天 皇宫乱成一团 人人都被巨大的异象 吓得慌乱不已 飞头罗刹再一次 死死盯着武则天 武则天也站起来 和他对视 身边护卫劝他撤离 武则天回 我绝不可退却 罗刹再次张开大口 就在人们恐惧万分的时候 一阵烟尘袭来 等他散去之时 飞头罗刹竟不见了踪影 空中的漩涡也消失了 然后空中冒出一个 巨大的敌人节 他哈哈大笑 叫手下备战 随后就消失了 手下根据敌人节的计划 倒出泼洒面粉 浓烟之中 他们渐渐看见 地上的面粉出现了脚印 士兵们向脚印之处 泼洒经消散 一只蜥蜴人献出原形 士兵们拜出索隆阵 终于将怪物紧紧缠住 这时敌人节也出现了 他说这就是罗刹古国的古术 将人和变色机 以洗髓接骨 变成能隐形的怪物 飞头罗刹杀人时 其实就是他杀的 而所谓的飞头罗刹 不过是利用穿孔丞相原理 投印在天上的幻影 昨晚敌人节洗脸时 在水中看见自己的倒影 认为罗刹飞头 就是一种圣经 他四处查验 果然找到了 皇宫四周的密格 这里有人用雾冰 散成水雾 再用穿孔丞相 造出了飞头罗刹 而真实的飞头 竟然只是一个面具 那么谁是幕后黑手呢 敌人节往后一看 目光指向了在场的 主持仪式的大使 他却没有喊他大使 而是喊他小碗姑娘 原来敌人节记起之前 看到过小碗用傀儡术 和赋语术 就明白是小碗 在用这招操控国师和将军 以死人附身的假象 欺骗敌人节 而那晚见到的小碗尸体 敌人节也看出了 并非他本人 因为那双手 是孩童的手 比较光滑 但小碗本人的手 因为常年操控丝线 满是剑子 更在无意的细节间 敌人节发现 小碗和大使 都对同一个地方特别小心 千万不能让别人碰到 那就是脑后的天冲穴 而且两人这里都插 有一个簪子 所以他判断 他们是同一人 果然当大使拔出簪子 他的脸开始变化 身形开始缩小 传说修炼锁骨奇术的人 都以此学为命门 借以改变样貌身段 最终大使变为了童子 原来小碗曾是 罗刹古国的国师 罗刹古国被大唐所灭后 他变化为大使 一直潜伏在朝中 要灭大唐报仇 敌人节劝他收手 但小碗拒绝了 在一场悲绝的战斗中 小碗寡不敌众 被众人打倒 眼看大势已去 仇也报不了 小碗抱着那只 飞头罗刹的面具 用一个老玉的声音 说出了一句 我失败了 之后他把头划向刀锋 自吻而死 飞头罗刹之案 终于告破 说是吆喝 实则还是因 战乱仇恨而生的人祸 谁也不知道 经历了这一切的敌人节 对狠拉的天后作何而想 他对他有愿吗 他还愿意乖乖辅作他吗 这大概也是武则天 一直忌惮疼 疏远敌人节的原因 他的所作所为 带来太多孽障 他需要敌人节 去破除这些孽障 但又不敢重用信任他 结尾 他对敌人节说 正欲敌欲外 何错之有 敌人节回答 旧万民 既众生 还需以德服人